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也是Niko 我现在在Mami 一个南边的城市叫Kendo 这边是南美人的GG城市 这边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快 然后我们现在去探索一下一家小店 居老板说他们家的口机是全美第一 我们要去试一下全美第一的口机 每次出来探店都要下雨 我应该叫女神Niko 这家店据说开了有20年了 是很地道的秘乳风格餐厅 客人也基本都是住在附近的南美人 秘乳菜受外来菜影响深远 特别是中餐 他们的烤肉烤鸡 都是直接菜配炒饭的 对我这种中国味真是相当友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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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他们的服务员给我的一个喝的 他们的秘乳这边的特色颜料 肉桂味 20% 这是我们的一个20%的折扣 谢谢 谢谢 你来自中国 中国必须南博外 给了一个20%的折扣 打完折下来我们点了这么多 还说我们一个49块5毛1 加算 因为我上次去看店 人家把我封出来了 花了个300块300多 还是南美人山的理 我要开吃了 先吃一下这个牛鲜 我也凉了以后会比较腥 我吃牛鲜的次数不多 有点像 干 的口感 然后这个味道的话是有点 就是BBQ的那种烤香味 嚼定的干 我现在要尝一下这个 炒饭吧 他们的名字就叫超饭 这里面呢有 有青口 这种很大的一个青口 然后还有虾 还有一个鱿鱼圈 我这很喜欢吃鱿鱼的 尝一下它的鱿鱼 它这个鱿鱼真的很Q 是海鲜味不重 没有腥味 然后就Q弹Q弹的 还不错 这块喜欢的味道 咱们现在尝一下这个大虾 大虾 沾一下酱 就那种中式酱油炒饭的味道 然后还有虾味 来咱们尝一下青口吧 也是有股酱油的味道在里面 就是那种酱油炒青口 这个酱油炒饭 整个来讲就是酱油炒饭 一君一喜化 生事一喜化 好 咱们尝一下吃这个 它这个炸海鲜 上面有小西容是 它们这边特色的大玉米粒 它这些小菜花花绿绿的 全部是用那个鲜柠檬腌的 然后特别的简易 我很喜欢蘸酱 吃那个酱辣的 然后就是各种辣椒青色的 然后还有那个 西兰球在里面 那我很喜欢它这个酱 超喜欢 鱼肉真的不错 鱼肉真的不错 大木叔叔 这么大一盘 而且这个是小份的 他们给我们的是小份的 全部的是小份的 然后这么多了 重头戏来了 全美第一的烤鸡 号称全美第一的 老板讲的 他说他们是全美第一烤鸡 特别有仪式感 要这样吃 哎呀 妈呀 切不动 哎呀 妈呀 我真的笑不了了 我要这样吃 我真的装 装不过三秒 好嫩哦 军心一掰 它就开花了 咬下去有点 一个很浓香的烤鸡的味道 你知道就是 没有办法形容 就好香 就这盘鸡端出来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是 烤鸡的味道 真的超级香 好 这个皮 有一个焦香味 我觉得这皮好好脱 怎么办 我吃东西都没有形象的 看到他们的土豆了吗 一刀 就一个 哈哈哈哈 这么大 那南美人的彪悍风格 因为我脸还大吧 老板说 全美第一的烤鸡是 很有道理吗 就是那个 汁水四溢的这种 这种口感 这种感觉 真的 老板说全美第一鸡 还不至于 我觉得不至于 但是呢 真的很觉得值得来吃 这泡泡糖的果味的可乐 真的好像泡泡糖 跳泡糖 跳跳糖 我们烘盘了 厉不厉害 喝喝喝喝 怎么可能 打破了 一二三四五 五合 每一颗都满满的 哈哈哈哈 这是我第一次 打破这么多次的 比我还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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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妮子的朋友 给我点个赞哦 谢谢 咱们下次再见 其实我还高得 打包裹